墓葬发现的地点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西湖镇曹庄的一处建筑工地上 墓葬规模不是很大 考古人员本以为很快就可以结束工作 然而墓中出土的一套十三环金玉叠蟹带 却令考古人员大为震惊 叠蟹带就是装饰性的腰带 史书上称这种腰带为十三环金玉带 只有皇帝才能穿用 如此不起眼的砖墓里 怎么会有皇帝的穿用之物呢 莫非墓主人是位皇帝 随后出土的一块墓质 初步证实了考古人员的猜想 墓质虽然风化严重 墓质右上角的关键字 随故阳帝墓质 却清晰可见 考古人员喜出望外 原来这里就是随阳帝最后的中藏之地 随后的考古发现 此墓为合藏墓 旁边的墓室沉睡着随阳帝的妻子萧皇后 考古人员在墓室中找到了他的骨骼 也许是因为两次迁葬的原因 随阳帝的尸骨毁坏严重 考古人员只在泥土中找到了他的两颗牙齿 历史的烟云凝结在这两颗牙 如果能够诉说 他们会讲述一段怎样的历史 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随阳帝呢 随阳帝杨广 是随朝的开国之君随文帝的第二个儿子 他幼时聪慧 深受父母的喜爱 21岁时担任扬州总管 与扬州结下了布节之缘 此后他建功立业是在扬州 当皇帝后又三下扬州 最后又葬在扬州 扬州生疼了他的野心 也终结了他的疯狂 公元590年 当时还是禁王的扬广 正是在扬州树立了威信 这一年江南出现大面积叛乱 扬广临危受命 前往扬州停定江南局势 到达扬州后 扬广很快停定了叛乱 此后他留守扬州 坐镇江南长达十年左右 在江南他笼络江南名士 甚至专门学习江南语言 用一口流利的无浓软语和当地人说话 经过扬广的治理 江南局势逐渐稳定下来 公元六百年 杨广亲自指挥了对突厥的最后一战 此次战役随军大获全胜 由此杨广赢得了北迫突厥的桂冠 此后杨广以战功自傲 又发现隋文帝对太子杨勇的行为逐渐不满 于是产生了取代哥哥夺取太子之位的想法 为了实现做太子当皇帝的梦想 杨广将自己伪装起来 处处迎合父母隋文帝夫妇的喜好 隋文帝夫妇崇尚节俭 他就选择简朴的生活方式 听说父母要来探望自己 他就让家里的机械都躲藏起来 自己和正妻消逝一同到门口亲自迎接 还让年老面貌一般的妇人 穿着破旧的衣服侍奉父母 杨广镇守扬州时 隋文帝夫妇经常派人去探望他 每次来人 杨广必定殷勤迎接 迎回来之后热情招待 如果是男性使者 就跟他同吃同住 如果是女性使者 就跟他的妻子萧氏同吃同住 这种高规格接待 让使者受宠若惊 回去向隋文帝赴命时 必然为杨广说尽好话 如此一来 隋文帝夫妇常为杨广的孝心感动不已 在私生活方面 杨广让人感觉出自己感情专一 登基前生的两个儿子 全是萧氏所生 这种严谨的生活作风 深得隋文帝夫妇的赞赏 与杨广相比 太子杨勇则表现得全无心机 自以为当上太子就高枕无忧 很多时候任性妄媒 让隋文帝和独孤皇后非常失望 隋文帝崇尚节俭 虽贵为天子 却素衣素食不用金玉饰品 可杨勇却生活奢侈 形势将就排场 不仅如此 杨勇还好色成性 家中续养了许多鸡切 杨勇的种种表现 令隋文帝夫妇逐渐不满 尤其是隋文帝的独孤皇后 要知道 这位独孤皇后 可是位厉害的角色 她聪明睿智 辅佐隋文帝登上地位 对隋文帝影响很大 当时 她不仅掌管着后宫的大事小情 对前朝也有影响 所以在太子的决策问题上 如果独孤皇后不满意 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独孤皇后 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 坚持一夫一妻的皇后 她嫁给隋文帝时 就与隋文帝约定不纳妾室 隋文帝深爱妻子 四十多年来坚真不语 为此 隋文帝夫妇还制定了一套 严格的禁止纳妾的制度 朝廷中一旦有人违反这一制度 就会受到皇帝的严厉斥责 永不得重用 对于自己的五个儿子 隋文帝夫妇同样要求他们 不绝女色 重视夫妻感情 可杨勇作为太子 却冷落正妻 而宠爱天房 更糟糕的是 杨勇没有嫡子 出于重视嫡长的原则 隋文帝夫妇开始考虑 太子的另外人选了 杨广看出了父母 对太子杨勇的不满 于是见生取代之心 更加留意博取父母的欢心 他有意做出不恋男女之情 专心证悟的姿态 他的妻子萧氏 也一本正经地与他配合 不时到独孤皇后那里哭诉 说杨广只顾证悟冷落了自己 夫妻俩一唱一和地演着苦情戏 令隋文帝夫妇内心的天平 逐渐倾斜 据说为了加快夺取太子之位的步伐 杨广有一次进宫 去向独孤皇后告别时 很伤心地哭泣了 独孤皇后问他为什么哭泣 他说哥哥杨勇想谋害他 独孤皇后一听大怒 更加坚定了令泽太子人选的决心 最终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决定 废掉太子杨勇 改立杨广为皇位继承人 按照他们的预想 杨广应该是很有作为的好皇帝 可事实却与他们的预料相反 隋文帝刚一去世 杨广的皇位终于到手 天子之权至高无上 再也没人能约束他了 于是彻底暴露了本来面目 他有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地位不一样 如果说他之前做亲王的时候 南华做太子的时候 从政治上来讲他还需要伪装 但是他做了皇帝以后 他就张扬起来了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前后 判若两人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反差 公元604年杨广当上皇帝后 彻底撕去了原来的伪装 据说原本并不好色的他 却在父亲刚刚去世后 就派人给父亲的宠妃 宣华夫人送去了一个小金盒 盒子里放着几枚定情信物 同心结 在父亲尸骨未寒时 杨广竟对自己的手足 废太子杨勇按下狠手 甚至逼死了自己最小的妹妹 兰陵公主 兰陵公主的丈夫 曾是杨广的政敌 兰广登基后 就把她贬到岭南 并逼迫兰陵公主改嫁他人 可兰陵公主誓死不从 坚决不改嫁 并声称要放弃公主的名号 跟随丈夫流浪岭南 兰陵公主忠于 丈夫的行为无可厚非 隋阳帝作为哥哥理应支持 可隋阳帝却因为妹妹 违逆了自己而怒不可遏 把妹妹软禁了起来 没过多久 年仅32岁的兰陵公主 就郁郁而终了 继位后的隋阳帝 建东都 修运河 滥用民力 使成千上万的百姓 累死在工地上 他寻姓四方 在位十四年间 大部分时间寻游在外 留居都城不过一年时间 每次寻游都兴师动众 穷奢极欲 令百姓倾家荡产 苦不堪言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看似强大的隋王朝 最终灭亡于农民起义的怒潮之中 而隋阳帝则自食其果 被自己的禁卫军所杀 事情发生在公元618年 这一年 北方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为了躲避战乱 隋阳帝第三次寻姓扬州 在扬州 隋阳帝的行宫江都宫 隋阳帝重判亲礼 使得禁卫军发动兵变 将他一死 隋阳帝死后 他的妻子萧皇后仓促之中 与工人拆下床板 做成一副简陋的棺材 将他就近葬在江都宫的刘珠堂 后来隋阳帝的旧部 将他改葬到今天扬州城西北的 吴宫台下 唐朝建立后 隋阳帝又被迁葬到 扬州郊外的雷塘 也就是现在的隋阳帝墓 铺守就是我们俗称的门环 这件刘金铜铺守 2013年出土于隋阳帝墓 专家说 他们可能是隋阳帝在扬州的行宫 江都宫宫门上的门环 被人拆下来 作为陪葬之物 放进了隋阳帝墓中 在考古中 以建筑构建作为陪葬的案例并不多 历代皇帝更是少见 隋阳帝墓 为何以建筑构建作为陪葬呢 原来隋阳帝第三次下扬州 在江都宫遭遇兵殿被杀后 他的妻子萧皇后和工人仓促中 用床板做了一幅棺材 将他就近草草安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塘 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 萧皇后可能没什么珍贵之物 为隋阳帝陪葬 后来隋阳帝的旧部 牵葬隋阳帝时 也拿不出像样的陪葬品 无奈之下 很可能把江都宫宫门上的门环拆下来 全且作为隋阳帝的陪葬了 隋阳帝的陪葬器物并不多 巨大的流金铜铺手 是仅次于十三环金玉蝶蟹带的重要陪葬 隋阳帝墓里面戳土的四件铜铺手 其中的一件 它实在是太沉了 我还是搁在这个桌子上 那么这件铜铺手的直径达到了26公分 我们查了资料之后 发现就是大明宫 西安大明宫遺址里面 也戳土过一件类似的流金铜铺手 我们应该可以想象得出 就是当时隋江东宫的规模 应该是非常的庞大的 金光灿灿的巨大铺手 需要多大的宫门才能和它匹配 奢华的流金铜铺手 不由地让人想起隋阳帝修建的 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工程 公元605年3月 刚刚登上皇位的隋阳帝 就下令迎见东都洛阳 据说当时有个术士跟隋阳帝说 陛下您是牧命 原来的都城在西边 西边属金是克牧的 对您不利 不能久居 只有修造洛阳城 帝国才能兴旺啊 隋阳帝听信术士之言 一心要把东都洛阳 营建成最繁荣富丽的城市 史书记载 隋阳帝建的洛阳城气势宏伟 功能齐全 尤其是宫殿 富丽堂皇 可比蓬莱先进 如此富丽的宫殿 庞大的城市建设 最快也得三五年 可隋阳帝却下令 十个月必须完工 众人都面面相去 隋阳帝却甩手而去 如此浩大的工程 即使放在用现代化机械的今天 也无法完成 何况是在设备落后 全凭人工的隋带 隋阳帝的高效率 到底有什么秘诀呢 隋阳帝的秘诀只有一个 那就是人海战术 史书记载 修建东都洛阳时 每个月投入的人工 就是二百万 二百万人是什么概念呢 北周的天元皇帝 也是出了名的暴君 为了铸城曾经动用民力四万人 就已经搞得民怨沸腾 可隋阳帝居然每月动用二百万 更可怕的是 这二百万劳力 还要加班加点的没命赶工 因为不堪繁重的劳动 很多人累得倒地而死 然而 这只是隋阳帝的第一项工程 就在下令建东都四天后 隋阳帝又下了一道新的命令 征集百万难兵开挖大运河 大臣们叫苦不迭 无助摇头叹息 又是百万难兵 去哪里找那么多人呢 隋朝人口有限 官员们实在凑不够难兵的人数 后来只能让女人顶数 跟男人一起去挖运河 隋阳帝急功近利 同样要求运河工程迅速完工 不仅如此 他对工程质量要求也相当高 下令说 大运河的宽度统一为四十步 和两岸一律栽种柳树 沿岸修大量行工和粮仓 作为配套设施 为了暗置暗量完成工程 冷血的监工逼迫民工 进行超常规超负荷的劳动 结果造成大量民工死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民间诞生了麻胡子吃人的故事 据说麻胡子是大运河的开河监工 素以严厉筑成 有人害怕挖运河的时候 挖到自家的祖坟 于是偷了别人家的小孩 蒸熟后献给麻胡子 谎称是羊肉 麻胡子吃过这种羊肉后 觉得香美异常 从此命人天天贡献这种羊肉 附近的村民听说此事后 赶紧将家里的孩子都藏起来 就连晚上睡觉都把孩子锁在柜子里 小孩子稍有哭闹 大人就会紧张地说 麻胡子来了 小孩一听马上就安静了 老百姓恨开河的监工 更恨滥用民力 浩大喜功的隋阳帝 在这种民怨沸腾的情况下 按说隋阳帝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停下来让老百姓喘口气 休养生息一下 可是当时的隋阳帝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也没有嗅到其中暗藏的危机 那么他为什么要一意孤行 强行上马如此浩大的工程呢 据说隋阳帝得知通缉渠开通的消息后非常高兴 挥笔写下水调歌以示庆祝 丝毫不知道自己高歌的同时 老百姓正在无助哀哭 关于隋阳帝修运河的原因 有人说他是为了享乐 因为厌倦了身工 想坐船到扬州游玩 甚至有民间传说 他下扬州是为了赏看穷花 今天的扬州仍然可以看到隋阳帝开凿的古运河 两岸垂柳倒映在碧绿的河水中 船行其中美不胜手 据说有一年春天 隋阳帝坐着龙舟 烟花三月下扬州 满心欢喜去看穷花 穷花又叫巨八仙 花大如盘 洁白如玉 间隔种植在垂柳之中 盛开在运河两畔 坐在船上观花看柳 恍若仙境一般 让隋阳帝流连忘返 然而有关专家研究 穷花是宋代才出现在中国的植物 隋阳帝的时代根本就没有这种花 可见隋阳帝看穷花的故事并不能当真 那么隋阳帝开造大运河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隋阳帝开大运河 跟看穷花 跟为了享乐 应该讲毫无关系 作为一个新的政权来讲 他开造大运河 是为了这个巩固 大一统的这样的政权 加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为了便于统治 为了便于提升国力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当时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 虽然用军事手段把北周 东边的北齐和南方的陈朝 整合在一起 但是东边和南边一直不太稳定 一旦南方发生叛乱 调动兵力非常麻烦 隋阳帝开造大运河 利用人工水道 把北边和南边联系起来 这样也就解决了战争状态下 运兵的问题 除了运兵 大运河还可以把南方的粮食 运到北方 解决北方粮食不足的问题 到了晚唐时期 学者毗日休 有一天来到了运河上 看到河上船只往来繁忙 和运兴盛 感慨大运河对后世的经济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由欣然作识到 进到隋王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多 若无水电龙舟事 共雨论功不较多 提日休认为 隋阳帝开通大运河的功绩 可以与治水的大雨相媲美 通济渠和寒沟 沟通了黄河 淮河与长江三条水域 隋后开通的永济渠 沟通了海河和黄河 由此可以一直从水路走到北方的 卓郡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最后开通的江南河 形成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 西通长安 北底卓郡 南达杭州 全长2700多公里的庞大运河体系 为宋元以后的金航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大运河工程既然如此宏大 为何它的缔造者却恶平如潮呢 提日休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开凿大运河和后期的 龙舟巡兴派劳民伤财了 史书记载 隋阳帝刚登基时 隋文帝给他留下来的国库库存 够隋王朝用六十年的 可是因为建东都休运河 仅六年时间 隋阳帝就把家底全部耗光了 再加上大运河贯通后 隋阳帝加速对外扩张 让原本就元气大伤的隋王朝 雪上加霜 最终导致灭亡 隋阳帝不知道体恤民情 不尊重百姓骑马的生存权利 为了一己之功 使成千上万的民工 惨死在运河工地上 令数以万计的妻子 失去了丈夫 孩子 没有了父亲 由于隋阳帝的急功近利 和一意孤行 造成的一连串的急政科政 最终令他成为千古暴君 幸福能够大的兵兴 追发顾 他介绍 隋阳帝 智皇 如今 晋回 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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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隋扬帝登基后 有人献给他一幅广陵图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传说隋朝时 扬州东门外住着一个名叫官郎的小伙子 一天他在河边散步时 看见一只受伤的白鹤 心地善良的官郎把白鹤带回家救活了 后来官郎结婚时 白鹤闲来一粒种子表示祝贺 种子埋入土里长出了一株穷花 每隔一个小时就变换一种颜色 流光溢彩 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奇花 隋扬帝听说后便来扬州看穷花 但穷花只于剑昏君立即凋零 隋扬帝大怒拔出剑来就要砍 穷花却化为一道金光 随着一只白鹤飞走了 无论是小说还是传说 都说隋扬帝下扬州的目的 都是为了玩乐和享受 事实真的如此吗 第一次到扬州 待了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里面 我想他主要的是在魔化 因为扬州是他的龙兴之地 第二次是608年 是他执政的一个高峰时期 第二次他是带着很多人 包括有一些外国使节 到了扬州 这个记载相对多一点 相对丰富一点 所以他到了扬州以后 接见了江淮的父老 给他们都有不同的赏赐 史书记载隋扬帝到扬州后 马上告诉城里的老百姓 五年之内都不用交租付了 并下令释放监狱里的所有犯人 让他们回家好好过日子 不用再受羁压之苦了 随后 随阳帝还宣布了一件喜事 他要纳陈朝陈后主的第六个女儿 陈州为贵人 并且下诏 让流放到边江各地的 陈朝皇室子弟尽快回京 根据才能大小入朝为官 这个好消息让陈朝的贵族们大喜过望 原本因为陈朝被随朝灭亡 他们心怀怨恨 成为隐藏在江南的一股敌对势力 如今因为随阳帝的安抚政策 他们怨气顿消 从此与随朝通力合作了 安抚工作做完后 随阳帝接下来要好好宣扬一下国威了 他命人传信给远在洛阳的工程技术专家 何仇 让他赶制一批车鱼官府和各种仪仗 速速运到扬州 何仇是随朝的能工巧匠 他心灵手巧无所不能 很快何仇就把随阳帝交代的任务完成了 皇帝和皇后的礼服 车鱼 百官的官服 以及三万六千人的皇帝仪仗队 全部集结完毕 运到了扬州 随阳帝看着华丽的车鱼和服饰 非常满意 何仇果然不负众望 这些器物既合乎传统理智 又奢华富力 完全能够张扬出随朝的大国风范 让江南百姓心悦成福 随阳帝下扬州 一方面安抚了江南民心 一方面又通过礼乐文明宣扬了国威 通过一次巡游不显山不露水的 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可是这事就奇怪了 随阳帝下扬州 既然办的是正事是好事 可为什么招来了那么多的骂名呢 随阳帝下扬州 虽然有着宣扬国威和巩固统一的双重政治目的 但他在巡游途中的挥霍无度和铺张浪费 招致了太多骂名 以至于后来 人们一提到随阳帝下扬州 首先想到的就是奢侈 腐化和滥用民力 史书记载 随阳帝的大龙州分为四层 上层有正殿 内殿 东西朝堂 大的可以让文武百官举行朝会 船上雕梁化洞 金碧辉煌 与宫殿没有两样 因此又称水殿 据说 出发前有大臣向随阳帝献祭说 皇帝的龙州如此华丽 如果用男丁影响美观 不如到江南去选一千名十五六岁的女孩子 让她们打扮成宫女的样子拉倩 又好看 又有情趣 随阳帝一听 立刻答应了 但一想 女孩子体力不行 万一拉不动怎么办 又有大臣说 这好办 再选一千只白色的小山羊 人力和处力加起来 不就行了 随阳帝觉得有趣 就依稷而行了 这个故事 是《大叶十一记》等笔记小说中的描述 并不真实 随阳帝下扬州 并没有用过妙龄少女拉倩 但他动用的名利 却比小说中更加夸张 随阳帝的倩夫 绝不只是一千人 而是总共用了八万人 这些倩夫都是统一着装 穿着新作的衣服 远远望去 气势恢弘 随阳帝下扬州 带的随从和人员也非常壮观 皇后 妃嫔 王侯 大臣 僧尼和道士等等 最少也有十万人 再加上八万倩夫 骑兵等随行 共有二十几万人同行 出发后 船队前后绵延达二百多里 官员们为了给随阳帝制作华丽的仪仗 传令各个州县都要贡献美丽的羽毛 如此一来 那些长有美丽羽毛的鸟 成为了人们的猎物 遭到残忍猎杀 对于人们猎杀鸟的情形 宋代司马光的资质通鉴 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乌城 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 有一棵大树 树到地上送给人们 当地人一看 很是惊异 赶紧上报随阳帝说 天子造羽仪 鸟兽自献羽毛 辛酸的故事反映出 随阳帝下扬州所造成的祸害之身 已经伤及鸟兽 不仅如此 为了造仪仗 随阳帝还动用南丁十万多人 所花金钱更是无以计数 短短数年 就把国库的钱花了个金光 随阳帝一生三下扬州 每一次都极尽铺张之能事 最后一次 因为身边禁卫军的叛殿 随阳帝命丧扬州 扬州成为他最后的葬身之所 公元609年的11月 随朝的东都洛阳 已经进入冬季 树叶飘落 百花凋零 可是 来到这里的湖商 却惊异地发现 洛阳街头的树上 繁花似锦 一片灿烂 湖商也就是来自西域的商人 因为中原战乱 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中原了 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 更让湖商惊讶的是 洛阳城道路两旁的店铺 一律门楣鲜亮 整齐划衣 走进店铺 店铺里都安置着围账 柜台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货物 其中许多珍奇稀有的商品 让湖商嘖嘖撑起 湖商依次看过去 发现所有店铺的装修 都有着统一的风格 甚至卖菜的摊位上 都铺上了精美讲究的 龙须草边的席子 湖商一路走一路看 一路对洛阳城的高度繁荣 惊叹不已 路过一家饭馆时 店家热情地邀请他进去吃饭 湖商正好走得又饿又累 于是进去饱餐一顿 酒足饭饱之后 湖商掏出银子预备结账 可是店家一直摆手 客气地说道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 非常富有 吃饭从来不要钱 啊 吃饭不要钱 还有这等好事 湖商满头雾水 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抬头看看这龙东季节 洛阳城街头树上 仍然枝繁叶茂 更是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原来这是隋扬帝为了吸引胡商 来洛阳经商 导演的一出招商大戏 汉代开通的中国与西域之间的贸易通道 自魏晋以来 因为战乱频繁中断了 突厥崛起后 利用自己处于贸易通道必经之路的优势 独霸东西方经济交流带来的利益 他们把隋朝的丝绸和来自东南亚的香料 转手卖给西方 再把西方的珍珠 宝石 玛瑙 卖给隋朝 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如此一来 从前在中原很容易买到的波斯宝货 到隋朝时已经很难在市场上看到了 即使偶然看到 也是奇货可居 过意的离谱 隋扬帝登基后 决定打破突厥对贸易通道的垄断 他派兵征服了西突厥 打败了土玉魂 为重新打通贸易通道扫清了障碍 为了恢复中原王朝的声威 公元609年 隋扬帝率大军从长安出发 经甘肃陨西 西上青海 横穿麒连山 最终到达河西走廊的张业军 隋扬帝西巡张业历时半年之久 由于西部自然条件恶劣 隋扬帝遭遇到暴风雪袭击 一行人狼狈不堪 在路上吃尽苦头 在西巡途中 隋扬帝至西海 河园 善善 且末四郡 进一步促成了甘肃 青海 新疆等大西北 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张业 隋扬帝通过卖交手段 让西域各国在政治上 沉浮于隋朝 在经济上和隋朝通商 事实证明 隋扬帝的外交手段是成功的 在张业 西域二十七国的君主和史臣 纷纷前来朝见隋扬帝 表示臣服于隋朝 隋扬帝还在这里 举行了盛大的贸易集会 各国商人云集张业进行贸易 创下了前所未见的繁盛景象 隋扬帝西巡 不仅重新打通并扩展了贸易通道 还增强了隋朝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在张业待了两个多月后 隋扬帝在这一年的九月 启程回朝了 为了让西域各国亲身感受到隋朝的强大负数 隋扬帝邀请西域各国的领袖 使者和大批胡商 隋他一起到中原 看一看隋朝的首都是什么样子 当时的隋朝有两个首都 一个是西京大兴 也就是今天的西安 一个是东都洛阳 大兴城虽然建成早 规模大 但远没有洛阳城繁华 商业氛围浓厚 到底让胡商看哪个首都呢 隋扬帝一时决定不下来 这时候 大臣培举向隋扬帝建议道 两个都看 但是重点看东都洛阳 隋扬帝一听这个主意好 于是率领胡商团队 在西京大兴短暂停留后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 赶到了洛阳 在洛阳 胡商向隋扬帝提出 想要去考察一下 洛阳城的市场 隋扬帝欣然同意 并胸有成竹地说道 你们参观完市场 立刻就会决定前来经商的 隋扬帝为什么会如此自信呢 对此 胡商们起先并不明白 到了市场上才恍然大悟 原来 而且昼夜开业不得休息 若是饭馆凡有胡商经过 店家务必要热情请进去吃饭 客人 酒足饭饱后 一律不准收取饭钱 而要客气地回答 中国丰饶 酒食 力不取值 于是洛阳城才出现了吃饭不要钱的西汉市 这些措施吸引了不少胡商前来洛阳经商 从洛阳通往西域的贸易通道上 驼队来来往往重新繁忙了起来 胡商使用的运输工具的真实写照 这件骆驼蛹可惜损毁了 白色的部分是修复过的地方 它们四体粗壮 驼峰隆起 可以长途跋涉 穿越贸易通道上严重缺水的沙漠地带 由于胡商的到来 波斯的珍珠 宝石 玛瑙 不久就可以在洛阳城买到了 从中西贸易来说 隋扬帝的招商政策 不能不说是一次成功 但是因为隋扬帝的好大喜功 和无节制的炫耀 最终使得这些招商策略变得味道 当然了 隋扬帝这个人就是 他干的好事 最后都有非常多的不利的因素 道理在哪呢 他这个人呢 他是好大喜功 非常的奢侈 非常的浮华 就拿他这次招商来讲 他把人吸引过来是对的 但是他那些摆谱就是错的 他怎么摆谱 在张叶他已经摆过一次了 让老百姓都穿上了最鲜亮的衣服 在那宰歌宰舞 隋扬帝对洛阳城的精心布置 确实让一些使者和胡商看得目瞪口呆 心悦诚服 惊叹隋朝简直就是个神仙国度 然而也有一些精明的胡商看出了其中的问题 当他们看到树木都用卷博缠博的时候 不解的对隋行的官员说 隋朝是富强 连树上都缠上了卷博 可是我们过来的时候 偶尔也会看到穷人 他们衣不遮体 在寒风中无家可归 真是可怜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卷博送给他们 而是缠到树上呢 隋行的官员无言以对 时间一晃就到了春节 隋扬帝决定再接再厉 他早早开始准备 打算让胡商在洛阳 过一个终生难忘的节日 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习惯 他就是张灯结彩 那天晚上是金吴不禁印 就是金吴为警察 不再进行这个宵禁工作了 老百姓都可以出来玩 那好正好他把这些胡商也引到这个洛阳了 那就与民同乐 与民同乐怎么乐 他这个乐有点乐过头了 首先呢他组织这个大规模的歌舞表演 接下来老百姓仍然是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在临街搭的彩棚里来观看这些表演 胡商也混在这里头看这些表演 看多长时间 咱们传统中叶十五是过三天 这一次中叶十五不一样 一连过了十五天 十五天大型的歌舞表演 那可以想象 这个对于国家财力招待能力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这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 洛阳城里张灯结彩 花团锦簇 胡商被邀请到洛阳城外 观看大型文艺会演 到底是怎样大型的演出呢 史书记载 今演奏乐器的就有一万八千人 加上其他的百戏表演 足足有十万亿人参加到这场演出中 演员们的衣服一律用朱翠金银装饰 精美一场花团锦簇 一时间 思竹动地 锣鼓喧天 通宵达旦 直闹得天上的嫦娥 也禁不住动了思凡之心 隋扬帝导演的这场奢华的大戏 虽然赚足了富强的虚名 但也让国库耗费了巨额银两 浩大喜功不切实际的炫富折腾 让原本实力雄厚的隋朝国库空虚 最终导致隋王朝在农民起义中 土崩瓦解 公元616年 是隋扬帝当皇帝的第十二个年头 这一年 因为隋扬帝的暴政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直死天下危急时刻 隋扬帝却不顾群臣反对 一意孤行决定第三次下扬州躲避战乱 得知隋扬帝即将南下的消息 后宫中一片哭声 那些不能跟随隋扬帝一起走的 妃嫔宫女们悲悲怯怯 整天哭哭啼啼 请求隋扬帝不要丢下他们一走了之 面对伤心的妃嫔和宫女 隋扬帝洋装乐观 赋诗安慰他们道 意思是说 我只是想念江南的美景 这次去江南就像以往出征一样 也是暂时的 你们都好好保养容颜 明年我就回来了 隋扬帝本来是想安慰妃嫔和宫女们 可他们听了反而哭得更厉害了 原来这些妃嫔和宫女们 虽然常年待在深宫之中 却也知道天下大乱 皇帝这一走 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就在这一片哭声中 隋扬帝义无反顾地带着随行人员 沿着大运河来到了扬州 把战乱的北方扔给了两个十几岁的儿子 隋扬帝南下后 北方局势更加恶化 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包围了东都洛阳 隋扬帝的表哥 太原留守李渊也揭竿而起 占领了隋朝的西京大兴城 也就是今天的西安 北方的困局 让身在扬州的隋扬帝欲哭无泪 从此他一蹶不振 在江都宫夜夜声歌 沉迷于酒色之中 醉生梦死 江都宫是隋扬帝在扬州重金打造的新宫 扬州隋扬帝墓出土的四件流金同扑手 有可能就是江都宫宫门上的门环 江都宫凋梁化洞 极尽奢华 仅宫殿就有十座之多 其中最著名的是弥楼 据记载 弥楼千门万户 趋势自通 偶有误入者 则目眩神迷不知身在何处 隋扬帝游览此楼后 大喜过望 脱口说道 使真仙游其中 一当自迷野史中 有关隋扬帝荒淫无道的故事 也大多发生在弥楼 专家考证 弥楼的位置就在今天扬州的观音山上 对于北方频频传来的坏消息 隋扬帝采取鸵鸟政策 一概回避 他日日躲在弥楼里 沉迷于酒色之中 每天隋扬帝和机械们喝得鸣鼎大醉 偶有清醒的时候 隋扬帝就用一块方布 把头发扎起来 换上家常衣服 煮着手杖 在弥楼和其他宫殿各处游走 一直走到天黑透了才回去 好像要把所有的美景都看遍了 印到脑子里 为了麻醉自己 隋扬帝拼命纵情于酒色 可一旦清醒的时候 他比谁都清楚 死亡的阴影 无时无刻不再缠绕着自己 江都宫是隋扬帝一生都非常迷恋的地方 然而此时此刻 他却隐隐意识到 江都宫很可能就是自己的绝命之地 所以他才会无限留恋的 把江都宫游览了一遍又一遍 在弥楼绝望的日子中 隋扬帝经常喝完酒后 就去观看天象 给自己算卦 算完了就更加绝望 他操着一口无浓软语 对萧皇后说 外面好多人算计我 让他们算计好了 大不了我当长城公 你当审后 这样的结局也没那么可怕 我们还是照样及时行乐吧 长城公是陈朝的亡国之君 陈淑宝 沈后是陈淑宝的皇后 当年隋军一举平定江南 俘虏了陈淑宝和沈后 可现在他很清楚 自己就要成为别人的俘虏了 隋扬帝自知来日无多 精神意识接近崩溃 据《资质通鉴》记载 有一天隋扬帝对着镜子 孤芳自赏 突然对萧皇后说 这么漂亮的头颅 将来不知被谁砍去呢 萧皇后听了大惊 问她何出此言 隋扬帝苦笑着说 人世间的苦乐贫富 都是轮着来的 就算失去了 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让隋扬帝没有想到的是 送他进鬼门关的 不是李密领导的瓦刚军 也不是反叛他的李渊 而是他一直倚重的御林军 隋扬帝的御林军称为萧果 他们骁勇善战 使隋扬帝用来保卫自己的重要军事力量 萧果都是关中人 他们离不开故土 到江都不久就开始思念家乡 很多人开小差往回跑 为了安抚萧果 隋扬帝为他们在扬州取妻 建立了小家庭 让他们安定下来 这种安定却是暂时的 萧果的父母兄弟都在关中 他们绝不想长久待在扬州 克死他乡 所以当他们听说隋扬帝下令迁都丹阳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时 又开始叛逃了 这一次参与叛逃的人非常多 大家变得有恃无恐 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商量叛逃之事 很快这事被一名小宫女听到了 小宫女赶紧跑去向萧皇后报告说 外面的人都要造反了 萧皇后听了大惊 本想亲自去禀告隋扬帝 但她转念一想 隋扬帝并不愿意听到这样的坏消息 于是对小宫女说 你去汇报给皇帝吧 其实杨广是一个比较刚毙自用的人 这个时候萧皇后 她的这种自保的心是存在的 她就觉得这个人没法劝 她这么刚毙 我劝她有没有意义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会不会把我自己给遮进去 所以我认为她存在这样一个心理 因此她让小宫女自己去报告这个事情 其实是一种试探性的工作 隋扬帝听了小宫女的汇报 勃然大怒 指责小宫女不守本分 多管闲事 竟然把小宫女杀了 过了几天 萧果叛逃的事情 又被另一名宫女听到了 宫女还是先跟萧皇后汇报 有了上次的教训 萧皇后长叹一声道 天下时局已经乱成这个样子 救也救不了了 还说什么呢 说了也是白让皇帝担忧而已 干脆别说了吧 隋扬帝的一味逃避和装糊涂 让叛逃的效果更加肆无忌惮 一场大规模的御林军逃亡 在所难免 更糟糕的是 这场逃亡在最后时刻 竟然演变成了一场叛乱 开始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想要搞一次政变 他们开始的时候 只是想我个人 与其这样拖下去 皇帝也不走 我们不如就逃回去了 也就是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意图 但是这种情绪 特别是在中下级的军官 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流过程当中 他互相感染 形成了一层人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这种情绪又汇集成一种 一种可怕的一种力量 所以最终 他们想到就是预期我们个别的逃跑 搞不好还被抓回来问罪 还不如我们把皇帝推翻掉 所以导致了这个警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的 大家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äs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时间来等待 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隋阳帝的旧臣江都太守陈冷找到隋阳帝的灵鹫 以简单的天子之力重新安葬了隋阳帝 改葬于扬州城外的吴公台下 唐朝建立后隋阳帝又被迁葬到扬州郊外的雷塘 也就是2013年发现的隋阳帝墓所在地 公元647年 中国唐代长安城星道里的一座宅院里 一位80岁的老妇人正处于弥留之际 拼着最后的一点力气 她反复叮咛家人道 我死后一定要与我的丈夫合葬在一起 这位老妇人就是隋阳帝的妻子萧皇后 一千多年后的2013年 人们在江苏省扬州市西湖镇司徒村曹庄 发现了隋阳帝和萧皇后的好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古代很多女性出嫁后 即便跟丈夫没有感情 也因为理智和习俗 不得不与丈夫合葬在一起 也是总把隋阳帝描述成一个荒淫好色之徒 作为她的妻子萧皇后跟丈夫的感情到底如何 她与丈夫合葬在一起 是情非得已 还是情有独钟呢 我们可以看就是从隋阳帝 他生的几个儿子都是萧后 都是萧后生的 他跟萧后的感情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 这个感情是双方的 隋阳帝到什么地方萧后都是跟着她的 最困难的时候 江都公政变的时候 萧后的颠沛流离之苦 这个也受了很多 所以从夫妻感情生活来讲 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 而且在皇帝当中是不多的 萧皇后的身世极为传奇 她原本是南北朝末期西梁国孝明帝萧奎的公主 可惜因为出生月份不好 一出生就被送出皇宫寄养到了民间 不久 萧氏的养父母就双双过世 她只好被转到舅父家寄养 萧氏的舅父家非常贫寒 日子过得紧巴巴 像所有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 萧氏从小不衣麻群 粗茶淡拌 什么家务活都得干 原本金枝玉叶的小公主 就这样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灰姑娘 可是忽然有一天 灰姑娘被皇帝父亲接回了皇宫 她被人事后着沐浴更衣 梳妆打扮 从灰姑娘重新变回了美丽的公主 原来隋文帝阳间即位后 在西凉国三位公主的人品相貌之后 对她们都很满意 到最后才失望地发现 三位公主与杨广的生辰八字都不合 正当西凉国的孝明帝为此事发愁时 身边有人提醒她说 是否请四公主回宫试一试 孝明帝这才想起 自己还有一位四公主寄养在民间呢 孝明帝赶紧命人 把四公主萧氏接回了皇宫 梳妆打扮起来一看呢 她的美貌丝毫不输给三位姐姐 孝明帝大喜赶紧让人 把四公主的生辰八字给独孤皇后送过去 有趣的是啊 偏偏就是这位从小被送出皇宫的四公主 幸运地成了晋王妃 独孤皇后请占卜师为萧氏看相 占卜师看到萧氏的相貌后 惊奇不已 又仔细推算了她的生辰八字 最后得出结论 母仪天下 流落民间的灰姑娘就这样成了晋王妃 当杨广得知萧氏沾得母仪天下的挂象后 非常高兴 她把萧氏视为自己命中的福星 对她异常珍爱 萧氏虽未长在深宫 却从民间学会了谨言慎行 恪守复道的品德 又因为从小吃苦惯了 一点都没有公主的娇贵之气 因此受到隋本帝夫妇的喜爱 成婚后 独孤皇后见她年纪尚小 就为她请了老师教她读书 绘画 谈征 萧氏聪明过人 学什么 像什么 几年下来就出落成一位知书达理 多彩多艺的美貌佳人 在辅助杨广登基的过程中 萧氏更是显示出非凡的才能 当时杨广为了争夺皇位 与太子杨勇暗中较劲 萧氏则处处相助 与丈夫配合默契 杨广他夺嫡的过程中 萧妃是出了很大力气的 你看史书记载 那个时候 这个隋文帝和独孤皇后 最讨厌这个生活作风 不检点的大儿子 那好 杨广夫妇就做出一副生活作风 特别检点的样子 怎么叫检点 第一 一夫一妻 这两个人绝对 没有生活作风问题 所有的当时的孩子 都是萧妃一个人生 那另外呢 他们都非常朴素 挂的杖子都是素的 乐器都是不玩的 还有什么呢 特别尊重父母 相反 太子杨勇却不知检点 宫中窃室成群 尤其偏宠娇美的云氏 他的正妻却备受冷落 不明不白地抱死宫中 杨勇的种种行为 令隋文帝夫妇越发不满 内心的天平 渐渐倾向于杨广 在萧氏的帮助下 杨广登上帝位 被封为皇后时 萧氏已经徐年半老 隋阳帝却依然宠爱 并敬重她 到哪里都把她带在身边 然而此时的萧皇后 却常常感到莫名的失落和恐慌 其实杨广是一个比较刚愎自用的人 她很骄傲 她对自己的这个智力 非常的自信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大臣提意见 像苏维亚等等 那些老臣提意见 她是一概不听的 这个时候萧皇后 她作为王国之臣的女儿 她的这种自保的心是存在的 她就觉得这个人没法劝 隋阳帝刚愎自用 不肯听人劝说 曾经有大臣在朝堂上提反对意见 她立刻就让人把这名大臣拉出去斩了 萧皇后深知丈夫的脾气和性格 很多事情虽然忧虑在心 却不敢直言相告 萧皇后的忧虑最终成了